这转的外快还没开始花呢 包主公就发了消息说 我修的金工又坏了 没理由啊 小胡我当时花了那么大的精力 整改他们的金工线路 怎么可能才过了几天就坏了 此时他是有什么误会 没办法 毕竟拿了人家的钱 只能过去看看啥情况了 我上到12楼的时候 包主公还没有到 正好上期我说了反战供电 大伙一直都不明白 我把这些杂物搬开给大伙看一下 大伙看见没有这零线和火线是接在这个插头上的 然后再接在这个插座上 这个插头就是反战供电 为了更直观点 我把全部的插头都拔了 大伙看见没有 就是这个插头供的电 这个隐患肯定要解决了 但是小胡我现在可不敢拔了拔出来 我怕拔了 又不小心就把我给送走了 所以我要找到他的种杂来行 我看他的电线是通向楼下的 我下楼看看他的种杂到底在哪里 来到了11楼我发现 这条电线又是从楼下传下来的 于是我又下了10楼 来到了10楼 我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居然发现 网线居然带220不得电 这总结法是要随机送走哪个倒霉蛋啊 这样可不行 我等会得和房东说一下 然后这电线也是从楼下传上来的 于是我又下了楼 发现这里也是网线接220伏电 得了 估计楼下的也都这样了 我就让一路追踪 直到追踪到一楼 才找到这个电纱 我把它打下来 上到了12楼 等会 我拔之前 我得插个设备 试试 如果还有电呢还得了 插上去设备不亮 果然没电了 那大伙准备好啊 小胡我准备拔了 让大伙看看 什么叫做反向 高 掉 我擦 这这这这这什么情况 大哥 你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怎么和我想都不一样啊 搞得我怕你半天了 而且还从12楼跑到1楼 给你拉电闸 不是小胡我想忽悠大伙 我可是擦还都买了过来 打算换上去的 毕竟这样看的 也太像反正供电了 好吧 不回忆场 这是我的黑历史 请大伙忘记这个环节 正好包主公也过来了 他一过来就满烟 我修了什么监控 手机也看不到监控了 我只能跟着他 去监控室看看什么情况了 我来到监控室一看 显示器是黑屏状态的 但鼠标和录像机的灯是亮的 我按显示器的电源半天 没有任何反应 开始我一次电源线松了 但是我拔了再接回去 显示器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那我只能拿线接上监控 看看怎么回事了 我拿线接上了录像机 然后再接上我手机 大伙也看到了 监控画面可是好好的 小胡上期这么大的线路整改下来 怎么可能会有问题 只是不偏不巧 他屏幕正好坏了 这个时候 小胡我打算美滋滋的 卖一个显示器给他 回下本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包主公 居然看上了我这条线 他说现在都是手机看了 显示器摆在这里又没人看 又费电 让我把这个拿给他就行了 完蛋了 找到就不拿这个东西出来了 这条线是我自己用来调试的 怎么可能给他 不过我真心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用的 于是我就把它放在了视频下方 粉丝们 小胡我今晚加不加鸡腿 就看你们了 至于他的手机看不见监控 是因为他整个牢城都是这种路由器 这种路由器又号称局域网刺客 一个都能扰乱整个网络 可怕的是 他这边有二十几个这样的路由器 就连小胡我看到了这种网络 都要躲得远远的 因为这样的网络布局 你上午修好 下午又断网 只能全部更换设备才能解决 还有刚才看到网线供电这事 我一起和包主公说了 都要全面改造才行 不然有隐患 包主公这边也同意了改造 至于改造部分 我打算留在下一期再讲了 如果小胡不更新的 八成是剪错了哪个网线 好了 下一期再见 他们说这里一段网 电脑就会跟着卡住 卡到连表格都打不开那种 当时我是不太相信 电脑运行缓慢 和网络有什么关系 但他们说就是有关系 于是我就半信半疑的过去看了看 你开一台我看一下 你看那个断网络 它是那个电脑像学的那个网络一样的 学的网络一起卡 对对是的 有网络它就能用 没网络就就卡住了 上去两分钟 它上面显示有连接网络 但是用不了 那个网络就说网络那个什么不行 你现在电脑没开机还是 开了开在上面了 这也影响电脑吗 有啊网络好它就好 网络不好它就有连卡 那里你看 我看到了 是吧 当时我看到 鼠标确实动都动不了了 那么成他们说的真的 于是我就进去看下 到底是什么情况 有网的 这个卡了 这个鼠标都动不了 对啊 它要停顿好几分钟 然后网络恢复来了 其他电脑也这样吗 都一样的 每台都一样 有意思 那时候我还为是个例 所以我就去另台电脑看了下 这个可以动 可以动但是不行啊 你看它又卡住了 看到吗 每台都是一样的 有意思哦 卡住了 可以动 对但是点不开 没想到第二台电脑 也差不多这种情况 看来他们说的是真的 这里断网了 电脑也跟着动不了 所以我只能去录音器那边 看看是什么情况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老董的一切 问你有没有那个旧的那个交接箱 可以换上去看 他先 不用 我可以解决 不需要旧的 这个应该存在环路了 我先搞清楚 这些设备 我在我在测试 从刚才灯爆闪的情况 可能是存在环路了 所以我打算先找到主路由 看到主路由的网络 到底正不正常 这个不会是主路由吧 这才是主路由 主路由闪的这么厉害 环路了 多半是环路了 电脑这样去看看 还在闪 它是这个这个交换技术问题是吧 不好说 但是你这种十有八九是有环路了 这也闪得厉害 我看到我电脑 我不能上网 显示有网络 看下IPT值是多少 我 我电脑也动不了了 也死机了 又可以了 就是现在我们的电脑 就是这情况 老是卡 我电脑一接上去也死机了 就是是不是跟 死机了 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有有有 这就有关系 我电脑动不了了 那咋弄了现在 你这个不会有电吧 他是不是昨天停电又重启着 以后他没有电了 应该应该是 我拿电笔来试一下 我前段时间处理过 你有过这些情况 有有有有 没电呢 我看他地线有没有带电 没电 那就环路了 但是环路能把电脑弄死机 也是少见的 我电脑现在动不了了 又开动了 又开动了 他就是十好十坏 你知道吗 趁电脑还能动的情况下 我就马上看了下IP地址 知道路由器是零网到后 我就准备拼路由器 看他能不能听得通 我这边拼试一下 看他能拼得通吗 拼不通 哎 能拼通 但是延迟不对 这延迟太高了 已经开始丢包了 你这个有横路了 这延迟太高了 打掉一条线 还闪得这么厉害 延迟还是很高 你看他修法 要是有啥需要我帮忙的 你去叫 嗯 这个还是很高 那就这条线 从那款路来这条 应该是这条了 嗯 延迟一一台是正常的 把它借回去试下 不亮了 不亮了 延迟正常 啊 亮了 亮了 一这样去延迟不对了 开始丢包 又开始丢包了 那这条有问题了 那这条有问题了 这条 这条先拔了 其他的接回去 这条先不接回去 怎么一接回去 也是闪的厉害 第二条接上去 虽然灯闪的厉害 但拼的延迟时间 它是正常的 那应该是正常的数据交换了 我这边就测一下网速 好 在这边能测出 500兆的宽带 那网络应该是没问题了 接下来 我就要把刚才的网线接回去 先恢复他们之前的网络布局 接回去后 我就要核查一下 他们之间的线路有没有异常 刚才接回的线 它是接这路由器的腕口 那这路由器 应该是当wifi使用的 至于这路由器上面的黄色线 我顺着它 它是接到PO交换机上的 那应该是给监控联网的 这样接也不会影响网络 目前接的线都比较合理 那接下来 就要处理这条线了 因为就是这条线把网络给搞崩了 开始我还以为 它是接这个交换机上的 但是捋了一下才发现 它并没有接这个交换机上 而是通向其他地方了 这下麻烦了 要找这条线 还需要非凡功夫来行 不过找这条线之前 我先去他们办公室 看看他们的电脑 有没有回复过来 嘿 回复了没 看一下 没有 没有 WiFi还是没上 WiFi可以 但是你这个已经可以了吧 看 鼠标的可以动了 可以 但是一会就不行了 没事 我能搞定 你看 现在好了吧 现在也好 你那边也好了吧 对 既然都恢复了 那么就开始找这条线吧 看看它另头 到底接了什么设备 不过现在麻烦的是 它是通向墙壁里面的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NBC 你得带我去有设备的地方 我得找到它 有设备的地方 对 有设备的地方 带我转一圈 这边先接上去巡视仪 因为这个导致你网络崩掉 咦 等一下 我看见这个 是 有个4号不亮 然后我现在先拿设备 好了 你带我去有设备的地方 有设备的地方是啥样子 是路由器是吧 对 路由器交换机等等 就是一个交换机 然后这上有个交换机 然后猫是在外面放的 在里面吗 在里面吗 哦 看到了 哦 这里 是这个吗 对对对对对 这里线已经找到了 那么就是这一档机有环路了 于是我就捋了下这边的线路 先开始吧 这一条线 黑路到这里 然后又进去了 进去了 应该是这条线了 把它拔了 这里我拔了7号口 3号口也跟着灭了 看来3号和7号是同一条网线了 我这里再接回去验证一下 你这样去 大伙看吧 3号口又亮了 那就是同一条线了 这一头应该是接到电脑上的 但是不知道哪个好心人 又把它接回了交换机 然后导致环路网络就崩了 所以只要把这一头给拔了 网络就自然恢复了 但让我想不到是 这次环路居然能影响电脑运行 之前我有听说过 这回总算是见识到了 但让我比较纳闷的是 我电脑之前 维修过几百次的环路 从没有出现死机的情况 反而来到了这里 不管他们电脑出现了死机 虚拟我电脑的鼠标 也三番两次出现动都动不了的情况 这又是什么原理 有知道的小伙伴吗